农历初九是道教玉皇大帝的圣诞 家家户户都会在晚间子时11点 摆上许多为玉皇大帝祝寿的贡品 恭祝天宫圣诞万寿 而祖寺玉皇大帝的台湾首庙天坛 从大年初霸开始就涌进上万名信众 为玉皇大帝祝寿 因为天坛有准备1200份100元的开运红包 民众在26日早上6点半 就拿着板凳在排队区等待红包 排队队伍更是绵延了一公里长 早上啊 我们轮流啊 哈 差不多六七点啊 我们都摆椅子啊 没有我们轮流 嗯 对啊 为了求好运啊 今年行大运 对 我们农历很久 是我们玉皇上帝的生日 我们今天全全满满的 我们的心中 来这 祝福我们的玉皇上帝 万寿无将啊 我们也是希望都 祝我们祝福 玉皇上帝 万寿无将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 八十 生活可以更安定 国泰民安 我们今天天公园 特別准备一千两百的开印红包 来发给我们的信仲 我们 这种信仲 可以带到我们的天公园的开印红包 可以祝福他们经历 可以 满苏如意 阿洋洋得意 一切 心想事成 市长赖清德在晚间十一点四十分到达天坛 不过因为信徒太多 仰慕赖神的信徒 真想要跟赖清德握手签名 被戏称先拜赖神再拜玉皇大帝 甚至有情侣握到赖神的手激动的拥抱落泪 短短几公尺的路程 赖清德走了十几分钟 才进入庙内向玉皇大帝祭拜祝寿 赖清德说适逢玉皇大帝圣诞万寿 他除了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外 更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早日天降甘霖 让甘旱现象早日解除 我特别跟本求玉皇上台可以保密 乎紧在台湾尽虐一天降甘霖 乎紧要落下 我们要去年九月十月份 约到这当金 没什么路无什么好 那是家材 我们大家用水质很适幸 所以一旧在中座 我們有繼續在供應 但是我們可以動到六月底下 所以我今天來到我們天堂祝福 都是我們基礎的項目 可以保留 我們台南可以天降甘兵 我們拜託我們所有的市民 出來節水措施 我們要做一個民間一天減三公升 這樣我們給人吃水就不一樣 天堂常務董事實國論表示 這次的人潮比除夕當晚倍增了好幾倍 信眾有入一萬五千人次是保守估計 而向玉皇大帝朝拜的禁止 出顧有十公噸以上 玉皇大帝主儒也因為插香信眾太多而大發爐 信眾向玉皇大帝朝拜祝壽 希望能夠心想事成 新的一年能賺大錢身體更健康 記者黃俊懷台南報導 明星帝朝拜祝全市 光蘎之彈